Odia Jungle Odia Jungle 原标题,它潜伏在中国37年,盗窃无数军事机密,到日本之首,最终落网一个国家在战争中获得胜利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? 是靠先进的武器,还是科学的诈术,其实还有一样非常重要的因素情报,在战争中,一张可靠的情报,堪比十万精兵,将敌人的处境牢牢掌握在手中,大大增加了获胜的几率,在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个日本人阿伟伯正,此人堪称日本间谍之王,在中国潜伏时间近达37年之久,期间窃取无数军事秘密资料送回日本国, 为何他能骗过所有国人的眼睛安全潜伏这么多年,究竟是谁知过呢? 阿伟伯正,1930年生于日本富山县,1982年以经济学家、地理学家等身份潜入中国,开始了长达半生的间谍生涯,总共为日本国官方提供了150篇, 关于中国地理、军事武器等重要情报,并且写过一本书,自卫队秘密别包机关青铜战士,依此来炫耀自己所获得的成就, 90年代,中国经济发展迅速,军工农业蓬勃发展,阿伯伯正首先利用经济学家的身份, 跟随日本伪造的中日经济技术交流团队,一同进入中国各个重要工厂军事基地参观,暗中使用小型侦察器摄像机等,录下重要资料,回去后将掌握到的秘密资料情报,发送回日本国, 不但如此,阿伯伯正还用重金收买中国相关人员,以金钱利用的方式,用他人之手顺利窃取大量机密、信息、据文在一次中国官员的引荐下, 阿伯伯正以中日友好交流使者身份,获得了进入某军事基地交流的机会,趁机获取大量先进战斗机、导弹等秘密资料, 在辗转落入日本军方之手,类似的事件已发生多次,除此之外,